一山半海的台东多良火车站 横顾四周风光明媚 不仅让铁道民争相朝圣 每逢假日一辆辆大型游览车停靠 就是要目睹全台最美的车站 不过人一多乱象也跟着多 看看车站四周垃圾随处都看得见 就连车站旁的挡土墙也瞬间变成了涂鸦墙 更离谱的是铁路机房的周围地上都是小石头 游客在观景台上 水手把造景用的小鹅卵石当作铜板 一颗颗往下丢当作了许愿池 甚至把机房的冷气给丢坏了 就连玻璃也都被丢破 这个丢石头来喜愿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没人知道 不过要是因为玻璃破损 机房陷入受潮短路 火车甚至会因此而被迫停止 目前相关单位打算设立告示牌 拜托民众别再丢石头 甚至不排除直接做一个真的许愿池 不让这海天一色最美的火车站 黯然失色 东南新闻 陈静雄 太马里香 参谎报导